Hello,大家好,现在我要去走亲戚游 不是亲戚,是闺蜜,是我妈妈的闺蜜 从年轻到老的闺蜜 她这个闺蜜跟她有很深的缘分 是给闺蜜准备的礼物 快到了 我妈的闺蜜离我们家很近 走路就可以到 当年他们是一起加到这个村庄的 然后互相扶持,互相帮忙 然后几十年的闺蜜啊,几十年的朋友 在最穷最穷的时候 我妈妈生两个嘛 我这个,我妈妈的闺蜜啊 我叫她二娘啊 她也是生两个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 经济上,物质上是没有办法互相帮忙的 那么他们就在 那些种地啊 农忙季节 都会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互相帮忙 帮衬 然后二娘来帮我们家 然后我爸爸妈妈也会帮他们家 就这样轮流干龙活 后来我稍微大一点了 二娘 然后我也会跟着妈妈一起去帮忙 二娘 妈妈说我打电话,我还不睡觉 哎呦,你不能玩多鸡哈 不能够鸡 哪的 哎呦,那不是好的,经常又不是经常见面 哪得见回面 嗯 你还喂鸡子哦 你得喂鸡啊 喂的小鸡哦,刚刚买的啊 喂小鸡 你从哪里来炸鸡 我妈说你给我吃,我就不给你吃了 我妈说你给我吃,我就不给你吃了 我妈说二娘,你又帮我做事 那个肉很值钱 哈哈哈哈 我妈说二娘,你又帮我做事 你上次还拿了我一块肉 那个肉很值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啊 咱们今天就靠一个就叫,靠一个就叫 这个也帮你,这个也帮你 你也帮你,这个也帮你 哎呦 哎呦 百岁了,长大 哎,长大就百了 几个? 十二个 十二个 哦,长好快 十二天,今天 十天就长这么大 嗯 下次还做啥子 好好 这还有没啥子好看呢,二娘 那是哪儿就是鸡 鸡 鸡,小鸡鸡 走走 走 哪儿也有鸡的吧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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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是我妈唯一的闺蜜哈 二娘 你跟我妈唯一的闺蜜哈 嗯 啊 出了结尾嘛 嗯 算了好的,你们俩几十年没有红过脸哈 大过家没有?你们俩说说看 大过啊 红过脸没有?超过家没有? 没有超过家 没有超过家,只有越来越好哈 哎呀 哪个时候农忙的时候互相帮忙啊 哪个小的时候啊 对啊 哎 就是这样的 一直互相帮忙啊 那个时候啊,看到鸡蒙地没有种下去 插秧打鼓的 哇,二娘他们一家来跟二爸 二爸 来的时候简直就是 好大的力量啊 啊 干农活 还是没有了,没有打,小伍 他差一点 他差一点,什么买的太冷了 哎呀 啊,这一个鸡 好的妈呀 黑鸡 哦,这个鸡 这个鸡都20天了 二十天 兩十天这么大 嗯 那会怎么大呢 那你买 买就买的比较大的 不要他出来做事 他才这么大不要他出来的 你喂的好哦 玉米粉拌饭 嗯 他喂好点太冷了 台湾那边喂鸡 还干嘛 那种店干嘛烤 哇 我要他给他回来 我不是有红啊 我们是不挂起来的 他们都要靠 他们还要摸几个鸡 还要弄监视器 我哪一个 我都拆了 还弄监控 我们这边没有啥野生动物嘛 他们那边养鸡啊那些 野生动物啊那些多 叫头的嘛 头鸡 野猫那些多的头鸡 那些像一个爬蛋 只能加了一个蛋 这样一个蛋 几个鸡啥蛋吗 这三个鸡了 哦 这别了 三个鸡 鸭子不下蛋了 那鸭子 你看我鸭子在兜里插字 那不下蛋 我鸭子不下蛋 鸭多不生蛋 鸭子多了他就不生蛋 我从小就听 鸭多就不狗蛋 我二娘还会说普通话 我跟着你们说上 跟着你们说上 哎还说了可以哦 哎 哎 可以哦 笑死我了 下趴蛋 再热了 天呐 他说下趴蛋 就是说下软蛋 就给他吃这个蜂窝 没得炸没炸 哦这边都变成森林了 这像原石森林一样 嗯 以前这些都是农田的嘛 嗯 现在农田没人种了 哦我二我二娘他也烧柴火 天呐 也不错哎呦 这么高级哦 买一刀 哦买了哈 500元 我说买一块 这个才可以 可以啊买一个嘛 这还可以开学 还有开学 才三百多 才三百多 才开学 买一个嘛 他就管都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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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这个将来你就不用了 还可以回收 还可以卖钱 哎 哎呀 这个就是草木回家 做皮当的 哎呀很难找啊 找都找不到哦现在 哎呀 行了烧菜 今天晚上的菜哈 我安豆点 青菜 青菜 胡萝卜 这还不错是哪呢 我好乖哦 我妈说他今天去买了胡萝卜 我二娘说我这里就很多你来拿吗 只是长太丑了 我不好意思给你 然后说你你你为什么要去外面花钱买 做菜吃也饭 这个 哦要煮饭给我吃 我每次来这里他都会煮饭给我吃 哦 这是萝卜干啊 自己做的 嗯 嗯 嗯 可以可以 嗯 闻到了好香 萝卜干的香味 对啊 他意思是他意思是太丑了 不好意思送给你 看你叼 他就是我你叼嘛 对 人家在萝卜考验呢 这臭味好甜 我就说你 我就打去煮的萝卜 煮的红萝卜 不甜甜的红色 我去学的红色 这个是 这个是为猪还是为鸡 就是为萝卜的 为萝卜的 为萝卜的 嗯 切给萝卜吃的 这个东西台湾没有 这个东西台湾没有 哪吃完了他一起撑的 煮起来粉粉的 灯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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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煮起来每天吃饭 很大安心 嗯 听说是养生的 看癌的 听他们吹得很神奇啊 每天都必须要吃一颗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他们两个哈 比方说二娘去我家 都没有 然后我妈就送他出去 送到门口 看着看着都要离开了 但是他们就一直在聊天聊天 聊很久很久 还是没有离开 然后等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我出去看 他们还站在门口聊 每次都这样 很好笑啊 那我爸就说 不要走就回来继续在聊嘛 还有说要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马上要回家回家了 但是还是站在门口聊 这样的闺蜜也是难得啊 几十年了 二娘你们人是几十年了哈 从家过来哈 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听到没有 五十年的好朋友 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当年大家都饿着肚子一起熬 二娘在怀第一胎的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吃 没有饭可以吃 好像只有菠菜可以吃 然后小孩生下来 跟菠菜的颜色一模一样 这是他们跟我讲的哈 那年代太苦了 现在要去地里啊 二娘说要送一些 那个蔬菜给我妈妈 送一些什么蔬菜 同好菜好像 二娘她很谦虚 她说她种的不好 每样菜都种的不好 没有照顾好 她说 四川话两花呗 就是高丽菜的意思 我妈说 二娘说这个算是我妈给她的 她种的 二娘说她不爱吃这个菜 她就懒得 草都不愿意去清理了 要么今天草草 草草里又找了 草里面找菜 不是菜里面找 不开花了 开花了 哦 这个都可以啊 哦 那没 九十五九 看见你是天天的 你把它 把它弄去 往外面 二娘说种太多了 没人吃 叫我妈拿去卖 卖不完 做萝卜干 油菜 我发现折耳根了 要200 这个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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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一刀 要一刀 这这这这 哇好多 哇这这头 嗯嗯 这晚餐就有了 哎呦 没谁 我没把捧蛋 想它允许好 哈哈哈哈 不要捧蛋 我妈说 你这菜子没种好 嗯 那二娘说 那边还死了更多 嗯 这就是 他们的生活啊 普普通通 最平凡的生活 好了 我要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今天的晚餐 看我脱了多少衣服啊 因为刚刚有运动了 就变热了 就这么多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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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头 好了 哎呦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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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搬不掉哦 我给你们说你们注意哦 听 听到没有我妈说 你这个太浪费了 你这个应该把它拆 把那个拆拆了 拆了 让它继续发心的 那二娘说 我拆它干嘛 我又不吃 我又不喜欢吃它 我干嘛要拆它 我妈的意思是浪费了 还有啊 就是这个红油菜啊 台湾没有哦 不套套不定吃 你光几根拿去卖 那给卖 那给卖 他说没人吃 拿去卖又太少 干脆就不管它了 好 我们回去了啊二娘 好 好 拜拜 好 你看嘛洗多东西才不干 今天可以了 二娘要去接孙子 租幼稚园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你看 拖了一车来 又拖一箱回去 厉害啊 这个就是四川的凉拌折耳根 喜欢吃的就超级喜欢 不喜欢吃的 就说有一个腥味 但是四川人一般都比较喜欢 这就是今天我们去地里挖的 野生的 不是我自夸的 我爸说 不是我自夸的话 我凉拌的菜 那才是一个叫牛 相当的好吃 它不是一般的好吃 那是相当的好吃 正宗的船尾 正宗的船尾 今天的晚餐 我妈在骂 她说这个肉切太厚了 我说台湾就是这样切的 这样的生活你们喜欢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哦 朋友们拜拜 下期再见